系统让我攻略漠视文男主遇词 结果程序出了bug 我穿成了一只丧尸 系统也彻底失联 好消息是 我成功潜入了遇词所在的基地 坏消息是 我是个脸盲 有三个男人 他们都说自己叫遇词 中午12点 S城基地中央餐厅的人很多 拐脚突然冲出一个冒冒失失的小男孩 迎面撞过来 小心 腰背一只手揽过 力度有些大 男人整个手掌固在我的腰部 带着点灼热的烫衣 透过轻薄的T恤传过来 我匆忙道谢拉开距离 仔细分辨着眼前的人 黑色映染着玫瑰图案的衬衫 带了条银制锁骨链 佛手干的香水味浓郁 五官单看每一处都极其出色 组合在一起 却如屋里看花 看不分明 因为我是个脸盲 男人音色很性感 带着点恰到好处的沙哑 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玉慈 不等我回应 男人自顾自往我手中 塞入一张门票 不记得也没关系 晚上剧院有我的演唱会 期待美丽的桑枝小姐捧场 虎口被人用食指指指 轻挑地勾了下 残留着一丝苏麻 男人哼着欢快的调子离开了 我握着手心里那张票 叹了口气 玉慈这个名字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 我只是不知道 他究竟是哪一个 从我穿书以来 已经碰见三个名叫玉慈的男人了 一个月前 我因为加班做项目 猝死在公位上 穿进了一本大男主末世文中 男主玉慈 打丧尸 见基地 觉醒一能 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 挽救末日危机 事业线又爽又上头 感情线却还是开后宫那一套 读者早就溺位了 由于评论区怨念太深 这才诞生了系统 我就是刚好 嘎到被系统拉来的壮丁 攻略欲词 完善感情线深度 通俗地说 就是不准男主玩 左拥右抱那一套 通通给我搞纯爱 现实里 帮上司完成任务当牛马 穿书还要继续做任务当牛马 本想摆烂 系统两句话直接硬控住了我 任务成功 奖励宿主重生和人民币5000万 还悠悠补充道 税后 哪个月薪3000的社畜 能拒绝这种诱惑 反正我不能 我充了 谁知道系统是个坑货 一个程序BOG 直接送我穿进了丧尸堆 丧尸熬屋一口 很好 这下我也成丧尸了 系统联系不上 剧情也只知道个皮毛 地狱开局 还好系统找的这具身体体质 似乎很特殊 被丧尸咬了 也只有身上渐渐冒出一些石斑 脸没有腐烂的迹象 也没有被基地的仪器检测出异常 我这才顺利混入了 男主所在的S城 我还是高兴得太早 这世界大约是颠了 男主名字又不是什么张三李四 但重名率居然高得可怕 而且我是个脸盲 根本认不出系统给我看过的男主画像 白天餐厅碰到的那位 是基地里的当红歌手 如今是末世第十年 废土上建立了许多安全基地 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 对付丧尸的办法 不必像最初一样担惊受怕 丧尸要打 娱乐项目也要有 不过我并不打算去听那人的演唱会 我和他在基地偶遇过几次 风流浪子一个 每次都穿的花枝招展 看上去不像什么末世文男主 可以排除 吃过午饭后 我回了住宿区休息 末世生存需要频繁离开基地搜罗物资 或许是我被丧尸咬过的缘故 跟着基地的装甲车去搜寻物资 丧尸似乎认为我是同类 不会袭击 所以每次我在的小队总是盆满钵满 我用这些囤货换到了一个单人宿舍 以免身上那些石斑被人看到 刚坐下休息 便有人敲门 男人穿着宽松的白大褂 看上去轻瘦修长 金丝边框眼镜下 有种温润谦逊的学者气质 是那位有治疗异能的御辞 桑小姐 我来帮你检查身体 冒饭了 医生的手很干净 指甲修理得很整齐 看上去赏心悦目 御辞拎着我的脚踝抬起 放在他的膝盖上 另一只手游走按压过我的小腿 声音沉稳轻缓 肌肉还是僵硬吗 我拳起脚趾 咬紧牙关 连连点头 这里呢 有感觉吗 御辞垂眸 看上去一丝不苟 手指每上移一寸 便出声询问 可能他觉得我怕疼 那力度一点也不重 柔和的几乎像抚摸 我天生怕痒 脚被控制不住的 不断绷直舒展 过了好一会儿 御辞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镜片下的目光 移到我的脚趾上 动作一顿 不舒服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微红着脸白手 没事的 御医生 你也是好意 是我自己不太习惯 我还要谢谢你那天 在台阶接住我 现在还对我看病 丧尸的身体越来越不灵活 我前两天从楼梯上摔下去 是他刚好路过接住了我 还主动把我抱到医务室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 原来基地有位拥有 治疗异能的青年 也叫御辞 御辞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转而用手掌附在我的膝盖上 通过异能传来一股热议 筋脉似乎都被捋平顺了 我舒服地眯起眼 感觉紧绷的肌肉松弛了不少 太谢谢你了 御医生 我好多了 御辞放下我的腿 起身整理好衣服上的褶皱 不必客气 桑小姐的病的确有些奇怪 我很感兴趣 话落 男人嘴角含笑 推门离开 镜片在日光的折射下 戴丽丝琢磨不透的色彩 心里咯噔一下 跳得急促 难道她发现什么了吗 我脱掉衣服 站在镜子前 左侧大腿有一道咬痕 从附近蔓延出 很小的几块暗红色湿斑 除此之外 这副身体看上去光洁漂亮 不会有人想到 她被丧尸咬过 稍微冷静下来 我又开始陷入重重谜团 我没看过那本末世文 对剧情的了解程度 全靠系统口中的直言片语 至于男主御辞的性格 具体经历和觉醒异能一概不知 刚刚的医生看起来很正常 也不知道会不会是书中的男主 下午两点钟 基地广场上开始拉起集合的响铃 搜寻小队准备出发去城外 寻找人类生存物资 我也加入了一个 看起来很不起眼的队伍 眼看装甲车快要启动 后座车门哗啦一响 钻进来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青年 帽炎压下来 遮住了青年大半张脸 他靠在椅背上 像是在睡觉 我只能闻到一股 轻裂干净的沐浴露香气 去干活前还要洗澡 真是个讲究的怪人 车里的氛围一下子变得安静 前排美艳的玉姐里染 原本在和驾驶座上的熊杰闲聊 瞬间进了声 五大三粗的熊杰 回头小声对我比划着 别招惹队长 他不喜欢有人在他睡觉的时候吵闹 原来青年才是这支小队的队长 我还以为是看着壮士哈厚的熊杰 我默默点头 看向窗外 基地外黄沙漫天 周遭还有许多破旧的房子和废墟 装甲车穿行了许久 路过一栋废弃的别墅 熊杰兴高采烈地跳下车 卧槽 今天运气也太好了 一路上连的丧尸都没碰到 还有大别墅 桑枝 熊杰在远方一边招手 一边大声喊着 你把玉慈喊醒 我和黎染先下去探路 我愣在熊杰刚才的话中 一个激动咬到了舌根 眼角浸出几滴泪 口齿不清地喃喃道 你 你叫玉慈 侵略感十足的气息靠近 肩膀旁边的皮质座套凹陷下去 青年携椅着身子 将我圈进在座椅和他的手臂间 眼神带着一丝性慰 吐出的话却让我如坠冰枯 这么惊讶干什么 你不是见过我吗 丧尸小姐 漆黑的眸子 耐人寻味的目光 很熟悉 脑海浮现出一段沉寂在角落的记忆 我在穿进这本末世文的第一天 系统失误把我送到了丧尸堆 一群丧尸癫狂诡异地朝我跑来 其中一直离得最近 咬上我的大腿 下一秒 那群丧尸便被纷纷开枪抱头 远处有几辆装甲车停在路边 风声传来他们的交谈 刚刚是不是有个女生在丧尸群里 你想妹子想疯了吧 胖子 人在失潮里早就被咬成丧尸了 就算真有 你也给我收起色心 一枪崩了 行了 行了 我们分头行动 去取丧尸的惊和 很快 身边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闭眼躺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生怕被他们当成变异的丧尸 有道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 玉慈 你那边搞完了吗 有人在朝这边喊 末日的阳光很充足 能依稀感到身旁蹲了个人影 那个叫玉慈的人凑得很近 呼吸浮到我的脸上 激起一阵战力 他悠闲地回应刚刚的同伴 今天的收获真丰厚 走吧 回S城 记忆回龙 我脸色煞白 呼吸都皱停了 原来眼前的搜寻小队队长 正是我第一次来这个世界 听到的那个玉慈 我理所当然认为他就是男主 所以才毅然决然混入S城 谁知同名同姓的人 跟不要钱的大白菜似的 一下子出现三个 给我干懵了 钱难挣 使难吃 我只是想要个税后五千万而已 我有什么错 现在连丧尸身份都瞒不下去了 好烦 又想摆烂了 愣着干嘛 出来找物资 干净好闻的气息远离 玉慈跨不下了车 啊 你不把我抓回基地研究所吗 玉慈唇脚带笑 言辞犀利 你是被丧尸咬的时候 脑子也被啃掉了吗 要抓早在丧尸堆发现时 就把你带走了 何必等到现在 对哦 我拍了拍脑门 忙不迭跟上玉慈的步伐 心中暗自赋匪 这人怪毒蛇 也怪冷漠的 明明看出我被丧尸咬过后 还保留着神志 但还是以防万一 没有将我直接带回基地 可要说 这人有多善良也不见得 恐怕是清楚 我通过了S城基地门口的丧尸 见别一气 才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总感觉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没来得及细想 手边被握住 男人的手掌宽厚有力 单造微凉 恍惚中有些熟悉 耳边是烈烈风声 遇此攥住我的手 飞速奔跑 快走 沙暴来了 漠视天气恶劣极端 极寒极热下普通植物 无法存活 沙漠面积不断扩张 遇到狂风时 就会产生沙暴 跑进别墅后 李染和雄杰 将门窗全部封锁牢固 外面的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风沙敲击着玻璃 像哭嚎 李染凭空变出几瓶水 熊杰手碰在开关上 别墅大灯轰得亮了起来 他们俩的异能 竟然是末日危机下 极为珍贵的水和电 我扭头望了眼 神色淡定的玉瓷 正在嚼着压缩饼干 从背包里掏出睡袋 松弛得像是来度假的 但在这种藏龙卧虎的 小队里当队长 想必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在危险重重的 末日世界外出 最忌讳单独睡觉 四个睡袋 整整齐齐摆在一起 安全感拉满 疲乏很快就涌了上来 沙沙 睡到半夜 突然被一阵怪异的响动吵醒 我艰难睁开眼 酸出睡袋 窗户外有个黑影 借着打火机微弱的火光 我小心翼翼走过去 玻璃上趴着张清白的 露出腐肉的脸 黑漆漆的眼珠木讷空洞 短短的手 缓慢僵硬地擦着灰尘 朝屋内张望 是个被人类味道 吸引过来的小丧尸 我一惊 打火机没拿稳滑了下去 旁边冷不丁伸出一只 骨骼分明的手 反应极快地接住 玉瓷悄无声息出现 怪吓人的 还好我心理素质不错 然而小丧尸的反应更诡异 他迟钝地歪了歪头 漆黑的眼珠 在我和玉瓷身上来回打量 然后疑惑地皱了下眉 慢吞吞离开消失在夜幕中 打火机不知何时熄灭了 明亮的月光下 顺着玉瓷有些敞开的衣领 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暗红色石斑 丧尸只有在认为对方是同类时 才会这么安静地走开 玉瓷漫不经心地气音飘过来 恭喜你 丧尸小姐 发现了我的秘密 他也被丧尸咬过 第二天醒来 杀爆结束 别墅里的食物 医疗用品等各种可用物资 被扫荡一空后 我顶着硕大的黑眼圈 坐上了装甲车 玉瓷还是那副悠哉悠哉的样子 一点也不在意昨晚的查局 车子很快到了基地大门 何玉瓷一前一后 走过检测仪器时 我忽然愣住 毛骨悚然的良意 渐渐渗透了四肢百骸 工具是为了解决问题 才会被创造出来的 这表明 在我和玉瓷之前 曾经有别的丧尸 混进过基地 以正常人类的样子 阳光照在玉瓷脸上 压黑的结语下 眼尾狭长 淡薄冷粒 我抓住他垂在身侧的手腕 一路跑到宿舍 反锁上门 把人壁咚在门板上 玉瓷挑眉俯视我 我理解你知道 我是同类很激动 但现在的进展 是不是太快了点 我打断了他 由于跑得太急 气喘吁吁 基地以前是不是出现过 像我们这样的丧尸 所以才研究出了 门口那种探测仪 玉瓷收起懒散的神情 像是有些尴尬的 倾壳了一声 根据基地图书馆的资料记载 确实有那么一位 他是怎么被发现的 现在还活着吗 玉瓷急轻地笑了下 眸光微沉 像藏着许多东西 声音机不可闻 或许死了吧 游刃有余的外壳玻璃 我莫名感觉眼前的人 有些难以名状的悲伤 但那点朦胧的脆弱 很快就消失不见 因为玉瓷开始脱衣服了 我一个箭步往后撤 很快 我便意识到我误会了 昨晚在别墅瞥见的 暗红色尸斑 已经快接近心脏的位置 玉瓷指了指那几块 不大不小的斑点 嗓音低沉宛如恶魔的低吟 看到了吗 这东西不会长大 只会一点一点 转移到你的心脏里面 然后你的心会慢慢腐烂 成为丧尸神智的怪物 我点头表示赞同 嗯 听上去确实挺吓人的 玉瓷脸上空白了一瞬 你不害怕吗 说不定有一天 你也会被人锁在研究室 进行那些基因实验 真有那一天 我就提前滚回丧尸堆吧 哪里爬出来 就从哪里摔回去 倒是你 看你那些师斑 估计很快就要神志不清了 同为丧尸 注意身体 帖子 我本想拍一拍玉瓷安慰他 结果忘记他没穿衣服 拍到了一片饱满的胸肌上 白皙的胸膛 有点肉眼可见的变粉 我扇扇缩回手 斟酌开口 不过你也别太想不开 做丧尸没什么不好的 人活得太清醒 理智不是更痛苦吗 就像我这种 穿梳前没日没夜加班 却只能获得撒瓜俩枣 还要被当成韭菜嘎的社畜 幸好每天活得够浑浑噩噩 不然多少得沾点抑郁症 玉瓷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穿好衣服 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瘫倒在床上 忽然想起来 关于检测仪还有一个疑点 为什么我和玉瓷都没有被遗弃 检测出丧尸的身份 但转念一想 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从穿梳以来 简直处处都透着蹊跷 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 在操控着这一切 末日的天空浑浊昏暗 像一张倒挂的巨网 包裹着光怪陆离的世界 与此同时 我开始思索另外一件事 已知有三个遇词 一个歌手 一个医生 还有一个丧失化的搜寻队长 我该如何在脸盲且无系统的情况下 认出男主 攻略男主 更别提不久后 等事班转移到心脏 我就会变成真正的丧失 仔细一想 拿到这五千万的难度 跟中彩票也差不多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事已至此 先摆烂吧 想通一切后 我准备去餐厅吃个早饭 压缩饼干的味道 终归比不上热乎乎的豆浆油条 刚找了个没人的餐桌坐下 就闻到一股甜甜的佛手干香气 我抽了抽嘴角 某个花孔雀闻着味儿就来了 好久不见呀 桑枝小姐 我吞下一口金黄的油条 也没多久 昨天午饭还见了 花孔雀御辞垂下眼角 看着可怜兮兮 哎 桑小姐不来我的演唱会 可真令人伤心 不过像我这么贴心的人 为你准备了独家表演 今晚乐意赏光吗 我放下碗筷 有点困惑之人的执着 自从和他在基地门口初次碰面 他便鍥而不舍地 频繁和我搭讪 玉先生 抱歉 我对你的演出实在不感兴趣 你可以 后半句邀请别人卡在嘴里没说出来 因为坐在对面的御辞 脱腮邪腻着 笑得蛊惑 你不是来攻略我的吗 桑枝 我瞠目结舌 如遭雷劈 好家伙 还有高手 你 半天没吐出一句胡伦的话 哦 忘了告诉你 我的异能是独心 玉瓷漫悠悠补刀 屈指在餐桌上轻轻扣着 问得无辜 这下有兴趣了吗 我仿佛看到 一株石人花在我面前 张着血盆大口 露出锋利的尖刺 艳丽危险 但又忍不住一探究竟 花孔雀的邀约地点 在一个露台 末日下 山川河流不在 但星月依旧高悬 他说的独家表演 并非唱歌 而是沙话 一出勾勒着轮廓 像流淌的水一样 其长笔直的腿 宽被窄腰 手也漂亮好看 画的还是我的脸 不得不说 挺浪漫 可惜 可惜什么 玉瓷撒沙的手没停 随意问道 我正了下 随即反应过来 这人有读心术的事 我拢了一把沙盘边缘的沙子 在沙台中央的女孩脸上 抹出两道泪痕 可惜时间 地点 人都不对 无视线殷勤 别有居心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你在我身上做的手脚 瞒过了检测仪 玉瓷掌心一松 沙子倾泻 堆在画中女人的耳垂鼠 顿时破坏了原本的美感 变得不伦不类 看来我猜对了 知道她的异能是独心后 我不又想起了那次出狱 我心里揣着攻略的念头 长途跋涉到S城 体力不支 差点晕倒 正是一身红色皮夹克 骚包装扮的玉瓷 从身后扶住我 还轻浮地摸了一把我的脖子 我当时并不知道 才后知后觉 以为自己体质特殊 躲过探测 现在想想 打从一开始 她就看穿我攻略者的身份 盯上了我 玉瓷只诧异了片刻 便恢复从容 抽出挂在腰间的丝巾 擦了擦手指尖残留的纱 危险眼皮看着我 桑枝小姐 这么说来你还要感谢我 如果不是我放在你体内的免疫芯片 你大概连基地大门都进不来 就被打得脑浆四溅了 带着薄茧的手附上我的后颈 缓慢妈撒 一张两指宽的银色薄片 出现在玉瓷手里 又重新隐匿进我的皮肤 没有分毫痛感 果然是那次莫名其妙的触碰 这个玉瓷伪装出花花公子 玩世不恭的模样 实则是一株沾着剧毒的莲藕 全是心眼 所以你的目的呢 布了这么久的局 应该不是为了好玩吧 我也揪了那条丝巾的一脚 擦了下手 不用白不用 花孔却皱了下眉 似是不忍看到我蹂躏她的丝巾 拽走我攥着的料子 亲自一根根替我擦拭手指 动作细致轻柔 有些抱怨 末日真思是很稀少的 桑枝小姐 确实 末日后吃饱穿暖 以食奢侈 更别说这些东西 想着这人穿的花里胡哨 背地里指不定怎么宝贝那些衣服饰品 有点想笑 夜色下 花孔却欲子额角的青筋 似乎狠狠跳动了一下 男人深吸了口气 换上一副风轻云淡的笑脸 眸子里闪烁着星辰倒映下来的碎光 俯身轻吻住我的手背 自下向上看的角度很惑人 挺鼻薄唇 轮廓线条完美 脸盲其实不耽误审美 只是事后记不住 也分不清 他温柔的几乎是在诱哄 我的目的很简单 你想和我玩一场价值5000万的攻略 而我恰好 乐意知智 一场约会 我多了个男朋友 花孔却欲子盘量调顺 还是系统要求攻略的男主 不过他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他怀揣独心异能 自然也知道我的游易猜忌 演技拙劣的角色扮演 我图的是他豪华宿舍里的空调 末日水电稀缺 又常年处于高温炎热之中 基地只有这些觉醒异能的强者 才会被分配到设施齐全的住所 而我之前的单人宿舍 除了基本的床和桌柜 十分简陋 至于他图什么 我也不在乎 反正大概率不是图我这个人 别人行婚 我们行恋 但我这人好意勿劳 一开始义正词严 要在沙发上蹭空调 后来总是睡着睡着 就拱到那张柔软大床上 两米大床 倘我和御慈绰绰有余 就是人有失手 有几次不小心把花孔雀当成抱枕 腿习惯性夹在上面 醒来才发现 夹的不是棉花石腰 这人平时言行浮浪 真到了这种情况 耳间却泛着红 默默把床让给我 自己长手长脚全在沙发上睡 相处一段时间后 我倒觉得 有这么一个能在漠视 改善生活条件的假男友 也还不错 能从诗词歌赋 聊到人生哲学 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抛开真心不谈 这有些虚情假意的 恋爱还是很惬意的 然而角色扮演 不是我和御慈的双人表演 他像是在等一个看戏的观众 我是不可或缺的领衔主演 戏台正在紧锣密鼓的搭建 只等好戏正式开幕 只不过好戏开幕前 这平静的生活又给了我一个惊喜 我在花孔雀的衣柜里 发现了一件违和感十足的白大褂 还有一瓶精神类疾病的治疗药物 我好像一直以来 忽略了什么细节 末日下 道德枷锁的崩塌 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毕竟那些城内人们 拿枪指着的丧尸 也是曾经的同伴 所以基地里的人形色匆匆 人情冷漠 每次外出搜集物资 也是随机加入不同的小队 真正说得上话的人很少 我在车库找到了 正在给车子做保养的熊姐 哦 你问玉队啊 熊姐点了根烟 有些感叹道 玉哥以前可了不得 那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影帝 嗨 要不是末世丧尸病毒爆发 我们这种人哪见得到他 不过戏演得太好 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好事 玉哥呀 好像有点出不了戏了 熊姐灭了烟 语调唏嘘 时不时打扮成戏里演过的样子 过一把戏影 医生 歌手 不过都末世了 也没人顾得上 谁还没有点放不下的东西呢 诶 桑枝 你们女孩子不都最喜欢追星了吗 你末世前不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顾不上熊姐在身后问的那些话 往回跑 由于分不清样貌 三个玉瓷打扮 性格也截然不同 我一直认为 他们是三个人 从来没有怀疑过其他可能性 有水珠落下 砸在地上 雨点从机不可见 变得如猪如斗 似乎要降下一场咒雨 所有人都在往屋内跑 唯有一人撑了一把巨大的黑伞 逆着潇潇雨幕向我走来 笔直挺拔 执着伞柄的手指修长漂亮 周围缓过许多路人模糊不清的脸 伞下那人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我依旧分辨不出 可直觉告诉我 撑伞的人是玉瓷 不是三个中的哪一个 他们自始至终 都是一个人 雄杰说得过吸引 没有那么简单 托一个穿书前医生朋友的福 我认得那瓶药 多重人格患者的常用药 在飞伞照到我头上的一瞬间 大雨滂沱而下 伞面发出噼啪声 那你放不下的到底是什么 我没问出声 但我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已经听到了 他身上有佛手干的香味 是拥有独心异能的玉瓷 建议我加快一下进度吗 什么 玉瓷勾唇一笑 将散柄递到我手中 破于身高 我只得尽力抬高手臂 遮过他的头顶 白膝宽大的手 捧住我的两侧脸颊 玉瓷俯身 靠得很近 缠绵的呼吸 撒在我的唇上 缓缓开口 当然是加快一下 攻略我的进度 桑枝小姐 吻 温柔至极的一个吻 玉瓷先是损了下我的上唇 然后一点点含住 我的整个唇半 不急不躁 一点点撬开我的齿关 引导着我呼吸 换气 不知不觉 玉瓷换成了单手扶住我的后颈 另一只手抽走我手中的伞 稳稳拖着 雨未停歇 四周空气无人 近在咫尺的是 男人线长的眼睫 和高挺的鼻 这浅泉一吻 持续了很久 久到雨室减小 一声久违的机械电子音传来 带着藏不住的欢呼雀跃 抱歉 宿主 我来晚了 监测到男主好感度波动 我这就帮你查看具体数值 后颈的手轻轻抹撒过皮肤 玉瓷的唇退开了一些距离 漆黑的眸如宝石 闪着要人的光 但我看清了那眼底的狂热 还有一闪而逝的浓稠恨意 你等的观众来了 对吗 除了穿梳者的身份 我对玉瓷来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我这个穿梳者身上 最神秘的 莫过于一开始便消失的系统 他的目标 是那个古怪的系统 玉瓷顿了下 把一缕捶在我脸侧的头发 撩至耳后 轻声呢喃 真聪明 我这回倒真不想把身体的掌控 全还给那个人了 可惜了 我的异能不如他 有缘再见 玉瓷再次亲吻我的手背 合上眼睛 下一瞬 眼前的人气质突变 宛如一条多情春水 被瞬间冰封 凛冽冰寒 系统同时爆发出凄厉的尖叫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居然又觉醒了 啊啊啊 一道白光钻出我的眉心 就要溜走 可来不及消失 便在空中炸开了无数光点 飞向天幕 雨彻底停了 暗淡的天色 像是被那些散落的光打破 呈现出原本的蓝 那张令人窒息的网不见了 玉瓷还牵着我的手 没有松开 趾骨都钻得发白 声音颤抖 末日终于要结束了 一滴泪滴 在我的手背上 男人慢慢蹲下身 无声痛哭 意识越来越迷蒙 我好像在慢慢脱离这个世界 可惜了 虽然我很喜欢听故事 但你好像没有机会 告诉我这一切的真相了 身体无力瘫倒 玉瓷从情绪漩涡中回神 我最后看见的 是他惊慌失措的脸 一张金镖细琢 俊美异常的面孔 呵 车撞树上你知道拐了 脸盲症好死不死 这手好了 我使出全身力气 对天空比了个中指 安详地闭上眼 去你妈的系统 什么狗屁攻略 从头到尾都在玩我 消毒水 病号服 望着医院惨白的天花板 我几次才确信 自己真的还活着 同事说 我在工位上晕过去 一直昏迷不醒 老板吓傻了 整日提心吊胆 给全体员工 放了两周带新假 假期结束后 还亲自监督员工 每天到点准时下班 同事们感恩戴德 恨不得把我供起来 病房堆满了鲜花水果 我啃着闺蜜 审微消好的苹果 恨恨咬着 狗日的系统 还没死透 就把我拽到 另一个世界做任务 联想到系统所说的觉醒 和遇此眼中浓烈的恨意 不难猜出狗系统 和男主过节不清 最后都被男主 给活活干掉了 可又觉醒是什么意思 关于那个世界 还有很多疑惑 我几次想去搜那本书 可始终没找到 想着那泡汤的五千万 我有点心痛 没听到值班医生的话 审微突然搂住我的脖子 喜极而泣 直直 你的脸盲正好了 桑叔和楚一走后 你就 我愣了下 点点头 12岁父母出车祸 满脸鞋倒在血泊中 我也撞到了大脑 那以后 我就再也看不清人脸 医生说 可能是因祸得福 大脑受到刺激 重新拥有了识别 面部特征的能力 我尴尬附和 都穿梳了 可不刺激 不过这种是醒来 反而像是黄粱一梦 有些不真实 沈薇倒是高兴 但她性子跳脱 没兴奋一会儿 就急匆匆打开手机 说是新追的明星有采访 啊 芝芝 玉慈真的好帅啊 而且是全能选手 又会唱歌 又会演戏 我盯着沈薇 搁到我面前的手机 半天没缓过神 威威 你说她叫什么 玉慈啊 新出道的双七一人 就在你醒来不久前 我掐了下自己 疼的 不是梦 也不是在书里 手机屏幕上那张脸 和我最后匆匆瞥见的玉慈 一模一样 采访开始 主持人开始提问 玉先生最近的新歌 备受瞩目 请问是什么原因 让您决定步入演艺行业呢 男人一身深蓝色西装 双腿交叠 优雅轻贵 答案却让人大跌眼镜 我曾经欠了一个人五千万 想早日还清 如果他愿意的话 也可以顺便听听 那个来不及讲的故事 番外 玉慈的故事 末日之前 玉慈曾被经纪人调侃 拥有小说主角的开挂般人生 医学专业 因为出色的脸 被星探发掘 步入演艺圈 天赋过人 歌影双七 谁也没想到 经纪人的笑谈 竟然是一句称言 那场丧失病毒 爆发得很古怪 专家 学者和世界顶尖研究员 都查不出病毒的来源 有一股超出认知的力量 在推动着这一切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无数人在末日里 妻离子散 流离失所 甚至死亡 都不过是那只手操纵把玩的游戏 直到遇此发现 自己周围有许多所谓的穿书者 而他所在的世界 是一本末日小说 他正是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子 也就是那些人漏嘴所说的男主 穿书者自以为是 高高在上 总觉得自己知道小说剧情 而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他们来这里都为了同一个目的 占据小说原住民的身躯 攻略玉慈 因为这是一本末日后宫文 但剧情没有按照小说发展那样 有形形色色的优秀女人贴上来 和玉慈产生暧昧 末日危机下 为什么要将自己和一个男人绑定在一起 成为他人的附庸 这是一个即将脱轨的世界 他们前生出自我意志 逐渐跳出既定好的走向 这群纠战雀巢的穿书者 表面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实则在玉慈突破丧尸包围殿后时 毫不犹豫地丢下他 男主吗 都是有主角光环的 都是小说对主角的历练啊 男主一定会安然无恙 觉醒超级异能 他们是在帮他成为就是主 他们这样想着 没有考虑玉慈也是个人 他也会累 会痛 他从来都不想踩着别人的尸骨 当什么就是主 即使他是那些人口中的主角 他们总觉得 一切是盖棺定论的既定道路 所以肆无忌惮 在他们心中 玉慈永远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只是围绕末世文男主 这一标签存在的NPC 人们总会为自大而付出代价 玉慈如他们所愿 觉醒了毒心和治疗异能 也同时完成了自我意识的全部觉醒 抛却男主的身份 他只想做个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普通人 小说的原本剧情 是让玉慈从丧尸堆里厮杀出来 获得超出普通人极限的体魄 完成体制的强化改造 但玉慈的觉醒就像多米诺骨牌 连锁反应剧烈 且难以预料 玉慈成为了一只 拥有普通人类外表的丧尸 那些穿书者毫无所觉 甚至沾沾自喜 觉得是在助力男主的末日就是计划 直到发现玉慈对他们动了杀心 穿书者才察觉到不对劲 幸好 为时不晚 玉慈还没有那么强大 穿书者们联合起来 将玉慈制服 他们的幸运 则变成了玉慈的一种不幸 同时 穿书者们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 如果玉慈能成为这种变异丧尸 那他们之中会不会也有人变异 自私自负的人最缺乏信任 一时间 穿书者人人自危 后来 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基因实验 无数的血从玉慈身体里抽走 玉慈被绑在实验台上 插了满身的管子 日夜痛苦嘶吼 终于 那帮人研究出了能够识别丧尸的仪器 还记录了这些资料 作为研究成果保存在图书馆中 更像是一种自鸣得意的炫耀 男主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困在这里 任人宰割 他们看似将玉慈当成需要攻略的天之骄子 实际上早就认为自己的穿书 才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象征 终于 玉慈觉醒了最后一个异能 清楚 是啊 这个世界太荒诞 也太过躁了 所以全部消失吧 这些妄自尊大的渣子们 穿书者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像风吹散 一堆灰尘一样 灵魂被粉碎得无影无踪 他们占据的身躯 也终于物归原主 报仇后 玉慈心里并没有畅快自艺 只剩下茫然和孤独 玉慈分裂出了另外两个人格 来分担快要承载不住的痛苦 一个是自由洒脱的歌手 一个是温柔儒雅的医生 那是他在末日来临前 曾经拥有过虽有些许耀眼 但仍旧算得上平凡的人生 医生是爸妈的期许 歌手和演戏是他后来喜欢的道路 而不是什么就是主 可如今的玉慈 既找不回自己 也没有了家人 玉慈浑浑噩噩生活了很久 末日始终没有结束 察觉到世界异常的系统 轻描淡写 抹杀掉玉慈觉醒的意志 顾忌重施塞来一个又一个意识灵魂 想要将剧情搬回末世后宫的正途 但系统失策了 这次的玉慈觉醒得更快 更聪明也更成熟 那些贪婪自私的灵魂 都被悄无声息地解决了 同时 玉慈发现系统的能力在削弱 因为穿输者越来越少了 直到桑芝的出现 玉慈敏锐地感知到 这可能是系统能塞进来的 最后一个意识灵魂 但桑芝好像是个意外 系统的谎言灌输了颠倒黑白的剧本 更巧妙的是 桑芝和当初的玉慈一样 陷进了丧尸堆 保留着神志 这些是巧合还是系统故意 玉慈不得而知 但会成为这种变异丧尸 其实是因为执念 桑芝的执念是五千万 行 玉慈想 那就留他一命吧 看看他要怎么攻略 而且系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或许他可以通过这最后一个攻略者 把玩弄这世界与鼓掌之间的罪魁祸首揪出来 但系统 这次选的攻略者有些与众不同 轻易就放弃了任务 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真的会变成丧尸 还要靠他主动出击 连当初进入基地 都是靠玉慈的医生人格研制出来的芯片 桑芝身上有种无所畏惧的淡定 系统这么喜欢派人攻略人心 那他就和桑芝一同演一场戏 可桑芝走的那天 玉慈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有些入戏了 如果能给他一个机会 他也想去桑芝的世界看一看 他还欠亲爱的桑芝小姐五千万 不是吗